那第一项修改的话呢 就是它会允许这个单次停留的时间 从两年延长到五年 并且无需延迁 一个消息是关于超级签证的 那其实呢就是说 现在父母和祖父母 对于他们来加安大访问 目前来说的话呢 单次停留非常是时间是给到两年 那现在加安大国会正在 议会正在讨论的一个新的法案呢 它其实是叫做C242的法案 那第一项修改的话呢 就是它会允许这个单次停留的时间 从两年延长到五年 并且无需延迁 也就是说第一次父母来入境之后 甚至五年最长他到五年 都不需要离开加安大 也不需要延期 第二项修改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它扩大了 加安大医疗保险可以承认的范围 目前加安大政府是要求 这个申请人的话 必须是购买指定的 加安大保险公司的保险 现在这个新的修改的话呢 是允许这些申请人 去购买加安大以外国家的保险 那这个举动其实可以 就是为加安大的家庭嘛 每个家庭可以节省到 数千加币的保险费用 第三项重要的修改 其实它就是它对于 这个担保人收入的修改 举个例子 像我比如说 我们三口人之家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年收入 至少达到四万这样子一个数字 我才有资格去提交 这个超级签证的这样申请 如果这个法案正式实施的话 我的家庭是不需要任何的 一定的达到一定的收入 那我就可以去 邀请我的祖父母或者是父母 来访问我 来加安大访问我 并且停留最长达到五年 我们是衷心的希望 这份法案可以尽快的生效的 因为对于那些想说 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 长期生活在加安大的 申请的担保人来说 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让我的父母和祖父母 我们一起生活在加安大 一起在加安大团聚 这也是加安大移民局 历来的一个目标 就是促进家庭团聚 原创不易 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